哈喽大家好,我是指楓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隨著棒球技的歸來 未來也將會每週固定帶來棒球的走報 一樣的,在影片開始前 如果你還沒有看過我先前的系列影片 趕快點擊右上角觀看 正在觀看的你 也要記得幫我訂閱、分享加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接下來的棒球資訊和球員故事喔 週六,又到了MLB週報時間 一樣先讓我們看一下上週的賽況回顧 首先4月8號到4月11號 紅雀大霧新秀Jordan Walker 持續長場敲鞍 邁向追平21歲以下新秀初登板連續安打場次 而水手少組Jerrod則是拿成生涯30紅20道的紀錄 僅僅只花140場 可以說是非常的快速 除此之外呢 這次還有發生一場小聯盟的比賽 有一隊單場得了7分 可是沒有敲出任何的安打 就拿下了勝利 是史上第一次出現高於4分的無安打球隊喔 再來4月12到4月14這三天的比賽 最受瞩目的就是光芒 把自己的連勝記錄一口氣推進到了13場 追平歷史開季的連勝記錄 另外馬鱗與靠著休賽季交易來的Risa Reyes 終於成為聯盟第30支有球員達成完全打擊的球隊 而新規則對於比賽帶來的影響 可以說是非常的深遠喔 這部分之後我們在安排幾集來好好深入聊一下 那此外呢 紅雀的新秀 Jodin Walker 連續最後安打場次呢 停留在12場 剛好追平了歷史的紀錄 而上週最佳球員獎 則是由藍鳥的May Chapman 和海盜的Barry Reynolds拿下 可以看到兩位開季之間的打擊成績都非常的出色 其中前者在打擊的擊球品質和掌握度可以說是本季 目前聯盟最頂尖的角色 加上選球和回攻率其實都有平均至上的水準 成績終究是會出現孝陣下修 但短時間內應該還可以維持很不錯的打擊品質和成績 後者 Kill對戰紅襪的比賽刷了好幾紅喔 在擊球品質上也不算太差 但強度並不是到頂尖 雖然說有不錯的避免算正能力 但這幾天在打擊品質逐漸下修下 可能成績也會比前者更快出現回歸的狀況 因為球技也可以打一段時間了 接下來數據也會越來越有參考價值 所以後面我也會慢慢開始透過數據的層面 來和大家聊一聊球員乃至球隊的表現 還有未來的走向 再來 讓我們簡單回顧一下目前各分區的戰績 美人部分就是光芒最為強勢 而這時候表現最理想的雙城則是爬上來當王了 國人部分翔尾者在賽程拼音的情況下 還能順利搶下幾個系列戰 讓他們暫時爬上分區第一的位置 接下來讓我們看一下旅美球員的部分 張玉成這兩場比賽其實都有獲得上場的機會 但除了狀況還沒有調整到位以外 在面對變化球束手無策的狀況 以及他目前的心態 似乎有點綁手綁腳的 恐怕趕快調整自己的執行心和打擊策略 才能發揮出英勇的水準了 林家鄭則是恭喜他 終於順利找到新的球隊 另外三位高階一夜的球員也都開季了 陳盛平目前開季的表現比較不理想 但還是有把選球做好 球也沒有都往地上打 算是要往好的方向再做調整 再來就是把擊球品質的提升和做確實了 李浩宇作為備受注目 而且許多農場作家看好的新秀 目前還沒有敲出本技手轟 但在打擊方面 都能有效的往天上打 選球策略也維持得很不錯 加上目前沒打擊消耗的用球數也很高 甚至有把纏鬥和擊球策略的做好 再來就等打擊慢慢升溫了 曾中等就是目前三位裡面狀況最為理想的一位 本技的打擊羊角又有提升 加上本身的角層也不錯 在場打上面可以說是發揮得很不錯 並且也維持去年就做得不錯的打擊殘兜能力 但手背方面可能還要再更穩定一點 也可能在未來通關上面更加順利 而投手的部分呢 黃瑋傑持續在上邊名單中 另外中城也是在上邊名單中開季 而已經開季的三位投手 鄧凱薇一掃金點賽不理想的陰霾 在開季的四局就標出了十次的三陣 也算是好好發揮出自己應有的水準 沒有被國際賽的壞成績給影響到 算是好事一裝 劉志榮則是繼續去年最尾段在2A 繼續在這個成績做開季 第一場表現不算太理想 但也不至於到不堪的程度 如果可以持續往這個方向調整 或許可以慢慢重新找回原本的手感 還有身手 那陳柏玉呢 開季第一場就明顯比較不理想 恐怕還是需要花一點時間 去慢慢適應高階EA的強度了 至於其他的投手群 目前還在延長春訓 尚未正式投入到球技之中 再來兩位台藝打者的表現 可以看到Cobin K.Ross 隨著球技的推進 以及慢慢適應大聯盟 偶然對打擊還是長打 發揮上 都漸漸的有所發揮 速度方面也能然是出色的不用提 但是吞三陣偏高還要保充上位開張 這個可能就是真的得繳一些學費了 Store Friot Trail這個球技的表現有兼入佳境 目前的表現來看要站穩大聯盟4號外野 我想景點應該是非常大 而且非常有機會 亞洲球員的部分呢 打者的部分 大谷小品能力應該是無庸置疑 持續維持高檔的打擊成績 而相對於金河城和大谷 吉田的表現就真的可以說是明顯的不理想許多 雖然不容易吞下三陣 但最近打擊要明顯往地上打 這比較不理想的狀況 商譽歸隊後能不能調整好打擊狀況 我覺得是值得觀察的事情 另外三位打者 兩位韓國球員在目前打擊成績上都不算太出色 但日前有上演同場開轟的局面 是韓國打者大聯盟史上第一次 而正在復健賽的林牧成也 已經將歸隊正式投入到全新的賽季裡面 投手的部分 大谷的投球成績也持續維持在高檔 基本上就是主宰比賽的狀況 加上開季保送偏多的情況也慢慢改善 應該會持續有好成績 打比修守的狀況 較為不理想一些 保送偏多 加上挨打的狀況也比較多一點 似乎在開季的調整上 還沒有那麼到位 謙和就是真正角出好成績來 第二場也有不錯的表現 但另外一位新加入的騰浪就比較淒慘一點 雖然第二場要比較改善一點 但也只是一點點 還是有嚴重的控球問題 把自己陷入比較大的困境之中 而前田和局齒 第二場先發就表現得不太理想了 尤其後者挨了不少的拳能打 是比較不理想的兩位投手 再來看到球員消息的部分 隨著球賽的推進 依舊持續發生了球員受傷的狀況 其中紅襪桑熱剛拿下單周最佳球員的Deville 對於本來就比較不在狀況的打線 更顯得無漏偏逢連夜雨了 而白襪和隨手也紛紛有阻力球員倒下 尤其後者在現在球隊狀況比較不理想的情況下 傷了牛棚大將 恐怕不會是球隊樂見的事情 國聯的部分 除了亮九人三人王牌投手 海盜新秀在本壘攻防站發生衝撞的情況下 讓這位原本開機表現不錯的菜鳥 只肩折斷了腳踝 必須在商品名單中待上好幾個月了 而同樣這個禮拜也有DFA後轉隊的球員 兩位全部都來自於勇士 續約的部分呢 小熊這筆續約算是比較重磅一點的消息 也把自家的明星外野手留住 這樣技術交易的外野選項恐怕就得少上一位了 那在交易的部分 目前依舊沒有太多重磅消息值得關注和深論討入 最後看到百搭新秀目前的表現 可以看到大部分百搭新秀都還在適應大聯盟的強度 其中比較理想的Jordan Walker 雖然剛寫下追平歷史紀錄的成績 但是也有嚴重的囤K問題 在繳學費上勢必是一個必經的過程 加上他去年才轉人外野 手背方面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而接下來這四位 除了Josh Yang看起來上面的成績比較理想以外 其他人都還在繳學費 在同樣看到新秀們都有陷入繳學費的麻煩當中 其中比較適應大聯盟的Oscar Kores 嚴格來講也不能算是菜鳥 畢竟他當初來日本職棒打過球 後來合約到齊之後叛逃到美國打球 認職棒經驗可以算是蠻豐富的了 反而最後這三位百搭後段搭走 前人外對於大聯盟的適應狀況似乎比較理想 但是因為彩剛開季還沒有過高的樣本屬下 其實當然有待觀察下去 而百搭投手的部分呢 裡面除了去年已經上過大聯盟的Hunter Brown 明顯比較適應大聯盟 其他三位都還有一段路要走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MLB棒球週報 而未來我也會繼續分享球員故事 和棒球資訊 因此要記得訂閱加分享 才不會錯過囉 我是子豐 我們下次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也請記得訂閱按讚 加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第一時間的最新資訊喔 才不會錯過第一時間的最新資訊喔 這次的MLB棒球 請記錄到這個未來的 我會不會錯過